第30语题 然后产生了氢气之后 也就是里面的氢离子会减少 所以酸性会减弱 所以PH值就会越来越大 所以答案就不会是猪 因为猪PH值是越来越小 同时最后把我们酸的作用完毕之后 它又变得不酸了 是像接近于中性了 但是它不会变成碱 因为这个酸 它只是把它氢离子变少 尽量的减少 最后变成并没有多余的氢离子 那么就回到了水的自然解离 那么就是10的-7 所以会接近于PH等于7 但是不会变成减 所以选项B也是错的 所以我们只有选项A的答案是对的 所以第31题问我们说 该水溶液的PH值变化 因为下列哪一个图示 我们答案选的是A 所以PH值由小于7 要逐渐的增加到接近于7 但是不会超过7 这是我们的第31题 来吧